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川普这种政治性言论 其实在股票的一个市场 早就顿化了 对我们在这个市场上 看了够久的人来讲 已经没有任何的影响性 与其今天的回档 是川普言论的影响 不如说台股涨多的回档吗 连续三天涨了200点的台股 今天小压回64点 严重吗 严重吗 涨多的回袭都是很正常吗 其实我昨天也告诉过你 昨天台股三天涨200点 你喜欢在昨天接近前波高点 买股票比较好呢 还是上礼拜三 礼拜四 逢低承接股票比较好 这答案很明确 所以我昨天适度的做减码 但这个行情我依然看好 我没有全部卖出我的股票 因为年底记住有一个大作战行情 这每年度最好赚的一波行情 你看一下这档 营建地产的三发地产 你100万投入的资金下去之后 有没有得到20万的一个 荒厚的一个收入 营建股啊 你看这个股民你就知道嘛 三发地产嘛 跟地产跟所谓的都根有关系嘛 我什么时候当你布局的 11月7号嘛 每月一说年成长超过 一倍以上的三发地产 我说形态突破 大盘当天跌白点他表态了 不管是量 不管是价 他表态了嘛 你好好跟我买 买了之后冲高的回党 有什么好怕的 关键性的转折 齐老师常常会给你带到 这是你要锁定我节目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否则重要的转折 我节目中有讲 你一闪失没有听到 那接下来后面一大段 你又没有赚到了 这就是有功力的分析 涨多的回党 怕什么 他是长黑 我当天不是告诉过你吗 我还要再买 当天的一个加码点 25.55 加码完之后 隔天不是红了吗 都根跟路上的行情 让他股价 离拜一大涨9.3% 拉足中长红 多头行情要懂得买进加码 赚坡断 什么时候把党 昨天台股涨了200点之后的 一个3%地产 来到坡断新高 最高29.2 我28.4 卖 昨天这个时间交易 我都跟你对过了 我会喜欢在一档 股票创新高的时候 告诉会员卖 因为全体会员 容易全身而退 反市场的操作 不会胡乱去追高 大家盲目在追捧的同时 我会适度的帮会员踩刹车 所以三发地产 昨天卖在28.4 卖完之后 盘中达到27.25 尾盘有点拉高 今天三发地产 最低27.3 强不强 强不强 三发地产很强 为什么那么强 年底大作战行情 年底大作战行情 你务必把握 已经11月20号了 你12月底 剩一个多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你再不把握 这个行情的一个脉络 你恐怕会丧失很多 利润的一个掌控 所以不要怕跌 不要怕跌 今天台股不过盘中压为64点 尾盘拉高 变小跌25点 卖要很严重吗 卖要很严重吗 今天三发地产 卖要有很严重吗 一些 我们卖出的个股 昨天我已经减满了一些股票 就如同我上次 台股冲高来到这个高点 沿路的逢高卖股票之后 我说有些股票 下矮我会逐一的做结尾动作 所以在等回档投资庙 我今天还是提醒你 勇敢站出来 因为每次跌的时候 我都告诉你 把握住逢低成绩的时期 多头行情不要怕跌 跌的时候要敢布局逢低买 成本比较低 风险比较低 为什么要去追高呢 是不是 这档生技股的美食 所以你看一下 作战行情 电子 传产 生技都可以操作 大双底架构 低档底部局 安全的买点我带你买 往上冲高 昨天最高113.5 我卖在111.5附近 涨了一波段 总是要停力下车 111.5 111.5卖出 卖出完之后 美食今天有重做吗 也不跌到107 只是我昨天那个卖点还算不错 还算满精准的 股票的一个操作 一买一卖决定你的输赢 贤老师的节目 通常会给你买点 也会给你卖点 一档股票的一个追踪 我会喜欢把 一档股票的操作流程 全人公开在你面前 就希望他们要你印证完之后 下一档下一趟好好跟 不要每次看我的节目 你心里很爽的 很高兴的 都在印证 但是 宾宾同样一股票 美食你有贪的钱吗 山马地产你有贪的钱吗 你有贪的免费多吗 100万之一 这两档股票大概都可以得到一个20万的获利空间左右 所以该卖的一个时间点 秦老师一定带你充容不迫的下车 不然你如果看作股票三十天 这两档股票又有什么都贪的钱了 但当你来看不见 做股票 两面爱耳光 拔来拔去 忽多忽空 你怎么会赚到钱 行情的卖路就只是一个方向 大多头行情回党看支撑 来到支撑心的个股 跟我买 跟我站在买当 昨天的优群 这一波段涨40% 要不要停力 昨天他们创新高 最高是73.9 我也没有卖到那么高 7.1我卖了 涨多要不要卖 很简单一个问题 只是说你会不会卖 昨天优群卖压很严重 获利的卖压很严重 所以7.1先卖 有没有卖对看收盘 收盘69.4 今天优群 6 7.1 所以昨天逢高 停力的位置还不错 对 大概差了5%左右 这你看到我们的动作 所以会卖股票 跟不会卖股票 对一档股票的一个架构 所给你的风险跟利润的一个 衡量是不一样的感觉 爪地不一样 所以包括今天 有一些股票 我一样顺势的停力 涨不动该卖就卖 包括这一档 M31 今天最高383 我卖在378附近 这样股票 之前两波段的操作卖在400 还记得吗 这个位置 是我带会挺立的一个时机 跟价位 400卖完之后 股票打到353 11月7号跟你预告买点你家 来了我就买 有没有来 来了 隔天就来了 接尾的位置就在352 350我还在加码 加码完之后 拉出中昌宏 11月3号 上礼拜三涨了12块半 上礼拜四 强势抗跌 当然还会再涨 是否划继续的涨 昨天来到382 今天M31 是不是基优股 11月20号 M31告诉你 今年将赚超过一股本 明年更好 明年会更好 是明年的事情 只是说股价涨多了 要不要听力 要不要听力 我不会在 我介绍的股票 有利多人的消息 还拼命的吹捧 还拼命的告诉我们会员 赶快去帮这一份报纸 的一个消息 做拉牌的一个作用 赶快买 赶快追 因为M31的基本面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为什么第一档区 350附近 你不敢买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起老师介绍的股票 党党都是基优股 未来没有成长性 没有前瞻性的 我不会去碰 我不会去碰投机股 我也不会去碰地雷股 简单来讲 这是我的一个选股的原则 所以今天M31 有好消息 有好消息 涨不动了 卖 9点11分的M31创高 378附近停力卖出 11分股价印下来379.5 你去对时对价 今天378保证一定卖得掉 就卖 有利多消息 不卖 涨不动了不卖 涨多了不卖 买在352的 10月8号 七回 今天378卖 这样一买一卖26块钱 买个十张26万落袋 操作股票的结果 那个卖点决定你到底赚钱还是赔钱 所以大概一个多礼拜 十张26万落袋 有没有卖对看收盘吗 收盘367 378到367 差了11块钱 十张差了11万 建老师是为单位卖股票的分析师 该停力我就会停力 不啰嗦 对不对 这个股票干净利落 买卖都是如此 不要拖泥带水 你会拖泥带水 就是抵的时候 穿在等不敢买 涨的时候乱追高 所以到头来一敞空 满手都套到持股 所以这样 违影也是一样 今天 违影 550卖 卖 昨天还有更高点 但是没有卖到 今天 整个一个违影涨不动了 来到之前的反押区 今天做拔党 上次的违影 375到512 三波段的操作 不再赘述 你有跟的 每一趟应该都赚钱 5G最赚钱的公司是违影 512卖点 卖完之后还冲高 留一些给喜欢我 节目的观众赚 希望你有卖更高 当然回党 11月12号 接回 512卖的 506接回 这时间交易都跟你对过了 低接 就涨17块 11月13号告诉你 还跌不下去 当天台股押回52点 跌不下去的违影代表还会再涨 隔天10号来到540 上礼拜来到554 今天违影 9点4分 来到反押 550附近卖 当时有14分股价555 你对是对价 550一定卖得掉 如果昨天可以卖 是最漂亮的 因为昨天来到一个波段高点 561 今天该停役就停役 因为整个违影的架构 来到前波的反押 停役 所以从506到550 10张是不是44万 从506这个位置 怎么进的 怎么出的 很清楚吧 这样一买一卖 一张44块 10张是不是44万 很清楚的买点 很清楚的卖点 有没有卖对 一样看收盘 今天违影 收盘539 550到539 10张差了11万 所以要懂得卖出股票 不管做对还是做错 停役 停损同等的重要 一套之音该怎么活用 该怎么创造最大绩效 股票如果顺势 让你赚钱停役 停役完之后 低档做结尾 或转进其他低积极的个股 你才有办法一档 再换一档的一个获利陈述效果 呈现在你面前 如果做错呢 做错的一样 要懂得停损退出来 你才有这一套资金 继续的转进 下一档更强势的个股 所以之前这一档 雍智科的一个操作 两波段87% 10月25号 255的卖点 卖嘛 卖完之后打下来211接回 高点卖低档结尾嘛 很清楚 高出低进嘛 211接回之后大涨7.8% 又涨了4.9% 来到223 这档股票我是在11月14号 做八档上礼拜四 12点24分 用智科有转弱迹象 220附近卖 经过一分钟股价在220 你去对对价 当天转弱的卖 大概赚9块钱了 因为是211接回嘛 当然没有卖得很漂亮 因为曾经有更高的位置 但是211到220 小赚9块钱不卖的情况之下 今天庸智科剩193.5 你变成会套牢的一个现象 所以上礼拜四的一个动作 当然是一个关键性的 一个转弱的卖出位置 11月14号嘛 11月14号嘛 220卖 当天收盘220.5 那横向整理之后 今天掉到波段地点193.5 所以这边如果不跑 掉下来你怎么低接 你怎么低接 所以买卖的一个操盘节奏性 对你股票的一个操作逻辑性 决定你的赎盈 你到底是要追高杀低还是低经济 你操作的模式 跟庆老师操作的模式 有同样吗 有同样吗 我为什么常常在节目当中 告诉你要反市场操作 在那时候大家都不敢买 什么时候可以买 资深性的买点福建就跟我买 跟我低接 涨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吹捧 大家都摇旗呐喊 追追不追会涨停 我会帮你踩刹车 这是我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档双红也是如此 上一次 246六个交易日 29%卖在237 10月14号 237卖完之后横向整理不动 整理我告诉你是追吗 没有打到210.5 11月7号跟你预告 来到这边买 隔天8号来了 我接我的位置几块钱 205 205有接 涨到209.5 我什么时候卖的 我11月14号卖的 12点19分的双红转落了 203附近卖 当时候价格就在203 你去对是对价 当然这个卖点也不够精彩 本来赚钱的变赔钱 双红接回的位置 是237卖的 然后205接回 然后203卖 是小赔的 赔了两块钱 11月14号的双红如果不卖 这天 203卖 当天说201 不卖今天打到190 只是说今天的双红 来到190 似乎有止跌的迹象 因为来到这根红黑棒的 支撑性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今天双红还持有的 今天暂时不用杀低 如果你没有 跟我卖在200之上的 今天来到190的双红 你就暂时不要杀低 所以卖股票是为了等低接 是为了等低接 所以还是要提醒投票 今天台股回党 你每天都激望台股回党 让你有低点承接的一个投票 机会来了 勇敢站出来 我喜欢在跌的时候 邀请你来跟我合作 来跟我布局 涨的时候不需要 尽好是背书 多头黄情本来就应该涨 重点是跌的时候 什么股票可以买啊 所以我们这两天 陆陆续续拔涨这些个股 适机而动 该接的我都会接回 因为这些股票的基本面 其实都没有改变 所有的基本面有改变吗 利多消息上礼拜 我才跟你介绍过啊 不是吗 基本面如果没有改变的个股 如果股票变便宜了 来到相对的低档支撑 跌不下去了 该接入 该接回 我一定做卡位的动作 包括这一档郁金光 10月29号447卖的 这样个股 我们等于是在成本价 小培出厂 记得吗 我在48附近买的 买回了吗 为什么447要卖 我当中跟你讲的原因 理由很清楚 因为他的签证价格只有355嘛 会有套利的卖 所以447要赶快卖 这我当时为什么要卖出 玉金光的理由嘛 11月29号玉金光卖447嘛 卖完之后31号还涨到457耶 当天或许有些观众认为我卖错了嘛 我的看码错了嘛 因为他曾经又涨到457啊 但是我告诉你 我的看码有改变吗 会有套利的卖压 会压缩现股的股价 懂吗 接下来11月11号 玉金光调到414 今天玉金光来到402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倩老师这个卖出的位置 虽然没有让会员赚到钱 但是离今天的402 差了45块钱 10张也差了45万 所以玉金光 嗯 跌下来嘛 什么家会可以买 嗯 什么家会可以买 你想想低接 你想想低接 机会来了 勇敢站出来 让清老师知道 你在哪里 身在何处嘛 否则我怎么通知你布局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方向 所以大胆的 想要跟清老师逢低布局的 就是从上个礼拜这个位置嘛 礼拜 礼拜三 礼拜四 我不是说跌无收敛 准备涨了吗 那礼拜 礼拜三 礼拜四 跌的时候是不是很好卖 我难道没有这样跟你分析盘施的后市吗 涨上去就卖一下 减碼一下 有低点又可以做接回的动作了 不是吗 至于这档利息 二四五卖的 两阶段98块钱将近7成吧 卖在二四五 卖完之后上礼拜 打到跌停板199.5 没有让你吃到饱 我叫你有鬼小心 有没有 当天台国涨75点 他跌停板 我这种股票有鬼小心不要碰 礼拜告诉你我不结尾 我也提醒你不要碰赶快闪 难道不是最中肯的分析吗 不然立即我卖掉了 我干嘛在电视上分析让你知道 因为很多人有这档股票 很多人看到其他分析师 去接这种股票 所以我提醒你不要碰 这个提醒 是不是你们一脚很重要分析 因为礼拜了你就看到 他几乎又快跌停板 来到181 所以整个立即的架构 今天又跌了4块钱 什么叫做没有信号出来之前 不要轻举妄动 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说立即 可能有鬼 这有鬼的原因 可能是他的基本面 也可能是他的筹码面 这我都要持续的追踪 做进一步的确认 如果他的基本面筹码面 依然是一个松动衰退现象 这档股票我就不会接回 当然技术层面也要止跌现象 我才会做第一届的动作 所以股票的操作 不可以轻举妄动 一定要有明确的买进信号 卖出信号 你才可以做出那个行动力 需要秦老师帮忙的地方 赶快跟秦老师联络上 谢谢大家 再会到节目的现场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三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艺术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三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全新护证套餐 给你大大满足 出生登记 通报老保局 健保局 申请生育给付及健保卡 死亡登记 通报健保局退保 老保局死亡给付 受险工会清查有无头保 申请我要成为台湾人 一阵送件 不必往返移民署服务站 护证专业服务 为民精心配置 跨机关一阵式服务 顺时又便利 内政部与您同在 欢迎问答案 节目现场 再度的提醒同妙 年底都有一波的大作战行情 把握住最好赚的一个实机材 你自己看一下三妈地产 银件类股 是不是 这样一波段 也将近有两成的空间 电子 传产 生计 都有作战行情 把握再把握 好不好 这档被动原件的齐立新 11月7号 跌下来平板以下再买 当时候87.8 附近可以买 买完之后 隔天不是红的吗 红的之后就大涨4.7% 10月13号利用 国聚合并的利多 92.2 买嘛 乘利多卖股票 绝对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抉择 92.2卖完之后 有没有杀到88 我们跟你遇到我会结尾 强势抗跌的股票 11月14号的齐立新 出现十字指标的讯号 88.1 附近买进买回 这是我当天的一个动作 时间交易都跟你对过了 挂高一点是为了让你会员 都可以成交 懂吗 礼拜一的齐立新 我89还告诉新委员可以买 昨天的齐立新涨到90.8 今天的齐立新涨到92.5 大盘押回它不为所动 代表这张股票 当然还有推升的空间 另外一档传产类股 我认为有作账的题材跟基本面 这张股票我在上礼拜四 就推荐给你了 跌了一大段 而且打底完成的机油股 10月印收新高 天亮攻击形态突破了 这是一档标准的年底 作账行情的标的 礼拜告诉你要赶快布局 这张股票是红的 老婆可以稍微近一点 这张股票是红的 这种年底作账股票 它随时会冲出去 趁着它还没大涨一千 幸好是诚心诚意地 邀请你跟我来卡位 一些即将有作账题材的机油股 有任何问题 需要帮忙的地方 请打电话进来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 非切之客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局部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沉测的谷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忠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累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代理会员领先补职 透析大行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败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货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感谢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